不好意思 打擾了 為什麼神主排位會自己站起來 媽媽 為什麼燒紙錢的鍋子會發生大爆炸 可能你也害怕 林一間並遇到的到底是人是鬼 外公的那個鬼盤在那邊 可是是碎掉 是破掉的 但是他們的頭給你看到 是那種針針口吼 然後你推我急 我把你投退掉 我把你投退掉 他說只要比較邪門的 的Case 就是一定會接二連三 鬼的話 我是沒有看到所謂的形狀 但是你如果講說是團氣 那我想我應該有看過 為什麼營靈會對她的父母親戀念難忘 東陽靈異檔案 檔案4今晚要告訴你 這個動人的秘密 媽媽 她原來是她原來是可以 可以 長大 然後成長 可以 可以 不把她 殺 供養英靈有什麼神奇妙法嗎 請鎖定今晚的天網揮揮之樓來公眾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個禮拜為您準備兩個鐘頭的鬼話連篇 我是陳金 我是沈榮 奇奇怪怪的靈域事件 我們為您追追查到最前線 對我們進入到靈域最前線的單元 沈榮 這次的地點發生在哪裡呢 我們今天要帶大家去比較遠的宜蘭 在宜蘭那邊有一棟公寓 裡面曾經住了一對這個弱智的母子 但這個母子非常奇怪 他們雙雙都在大概一個禮拜的時間之內就不幸就往生了 當然中間有很多這個非常離奇的懸疑的故事 但是就是因為他們這個母子往生了之後呢 就鬧鬼然後整棟公寓就全部都搬光了 所以我們今天要帶大家去宜蘭看這一棟這個鬧鬼的公寓 一起來看看 我們既然來到了宜蘭 然後我身後是一棟飛機的公寓 然後這附近的居民都沒有很少了很少居民了 裡面那麼光光暗暗的 非常很可怕 陰陰陰陰的 而且啊 而且我們剛剛還沒有進去的時候啊 我們走上來的時候就聽到有一種聲音 一直嗚嗚嗚的叫 不知道是從哪裡發出來的 然後我們身後還有一個好像公寓的那種 前面都有一些燈嘛 公共用電的燈 現在已經不亮了 那我現在進去看看 好 這好像是一棟三四層樓高的公寓 這棟的頭位 有沒有看到 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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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停了 你停了 剛剛那裡 現在不見了 我看這裡有看到 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 對不起 等一下 樓上傳來的聲音你們有沒有聽到 好像有東西掉到地上的東西 樓上傳來走路的聲音耶 他這已經廢棄了很久 斷水斷電 所有居民都搬光了耶 而且幾乎都沒有人聽過這邊 對啊 我有沒有聽到 樓上有整個走路的聲音耶 哎呦 又來了 哎呦 又來了 什麼聲音 開關門 開門 開門 就蹦一聲 門 反正是門在動 對 用力碰一聲 對 這裡大概有六戶吧 已經空下來了 一些傢俱嗎 還有腳踏車 還有鞋子 你隨後把鞋子 你們有沒有聽到嗎 很清楚的一聲 非常大聲 門 關起來的聲音 對 很清楚 好像竹子跟我們進去一樣耶 對啊 我們都還沒有進去 我們一定要進到門口 不管了 不管再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進去看看 這裡很直 拖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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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這麼一直 奇怪 你看 那門上面有一張符 我去看看 很少人會在門上貼這種符 對不對 一般都是那種 現在進去看看 你有沒有想過 這地方會怎麼空下來 為什麼 為什麼 剛剛明明是固定的 我現在他 對啊 我們剛剛走進來 一直拖鞋而已 我們剛剛 一直沒有這種狀況發生耶 剛剛這門是本來就打開了 可是我們一進來 他就自己關起來了 給我醫生 關起來 給我 給我醫生 快點啊 對不起 對不起 有沒有人 變那邊 聲音變成那邊傳進來的 我覺得是樓上耶 你看 那裡有一張符 有一張符 也是讓 跟剛剛的一樣 這是 什麼驅邪 竹 竹館 什麼鎮宅的 平安符 對 猜一下這裡是哪裡 怎麼可以叫你猜下來 我說猜一下這邊是哪裡 什麼 怎麼辦 我把這樣 你把它猜下來怎麼辦 對啊 我把這樣我猜下來怎麼辦 我覺得有什麼奇怪的東西跑出來 對不起 現在這樣沒辦法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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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小心了 對不起 對不起 那邊 有人嗎 不好意思 對不起 打不開 打不開 對不起 對不起 你們兩個很平凡的房間 有個假娃娃 這應該是小孩子的房間 對 請問有沒有人 不好意思 對不起打擾你 廁所 什麼 浴室 浴室 這什麼浴室 這什麼浴室 我們現在到另外一間 這個應該是主臥室 地上為什麼那麼多一點點東西 我一定要找一下那門聲到底是從哪裡 對 哪裡發出來的 因為從穩健到現在至少聽了五六聲的門聲 而且我們在場所有人都聽到 而且我們在場所有人都聽到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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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擾了 更亂 好亂 是 地上堆滿了一堆東西 根本走不進去 其實還有垃圾 這都是別人上來丟的還是 是 我們找了這幾間房間 我們都沒有看到有任何人 可是我們不斷聽到敲門聲 我們再繼續往前面別間房子看看 可不可以找到有人在這棟房子裡面 哇 那剛剛那個聲音過明顯了吧 不是 我剛剛 我們一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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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馬上 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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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手 我們兩個是一起敲的 手一離開 就馬上 就對話給我回應回來 對啊 那我們嚇到蹲下來 可是打開是沒有人的 沒有 而且它地上全部都是垃圾 跟我們沒有地方 沒有辦法再站人 所以那屋子裡面是沒有人的 對 那有沒有可能是你們聽錯 是外面其他的門人家在敲呢 不可能外面附近都沒有住人 不可能 因為我們剛剛聽那個聲音很清楚 很近 就是那邊很近 就是那邊很近 那黃大哥 不像是我們印象裡面的一些 好像鬼屋是什麼 日劇時代的很久年老師兄 它看起來比較像現代的房子 它看起來還是蠻現代的 然後搬走的這些住戶 都搬得很倉促是不是 對 然後每一個門上都有福 對 那想請問一下志余 你剛才看那個房子的外觀 裡面覺得怎麼樣 志余我想它會比較 特別會敏感一點吧 其實 你有看到什麼原因 因為志余的體質 我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它好像是在這個 國小二年級的時候 他就已經有這個 從小就有陰陽眼啊 各方面 有這種靈媒的體質 我才能看得到 所以說 其實現在 你還是有這樣的體質嗎 是不是 其實我現在 我可以告訴你說 你那個地方 角落 你不要過去 我會告訴你 說那裡 有東西 我沒有辦法看得很清楚 就剛剛你看了 可是 剛剛 那個 就是我們肉眼 沒看到的你感覺到了 是嗎 你們面對那個大樓的時候 我是覺得那個大樓很陰深 也就是說 你們不要進去比較好 可是後來 你不是跳出來嗎 對 我清清楚楚看到 你後面有一個頭 唉唷 是不是這樣 對 那志余可會幫我們看一下 就是說 剛才他們在敲門的時候 那個反敲的聲音 那個是人敲的還是 絕對不可能是人敲的 絕對不可能是人敲的 那我想請問一下 老師是不是有同樣的看法呢 對 因為剛才說的話 其實這個地方 會造成這樣子 也就是說 這些人會一直搬走 會這麼快的速度搬走 那就表示說 他們其實 剛開始還是住在這個地方 但是因為這邊 母子死掉以後 開始一定是發生一些 靈異事情 那麼他們開始貼這些符咒 那麼想說去制止 看是不是說 能夠比較安寧 可是一定是得不到這樣的效果 最後沒有辦法的情況下 只好趕快搬走 所以才會在現場 遺留下比較多的東西 那老師 那為什麼他們在敲的時候 那個為什麼門會反敲呢 到底是誰敲的呢 其實我們講說 以這對母子來說 因為當初他們在自殺的時候 都有一種報復的心理 其實心裡頭都有怨氣 所以說他在死亡之後 才會在這個地方 才會在這個地方 就不斷地在鬧在那個 那當然這附近的鄰居 也是因為這樣的情況才離開 那麼同樣其實就是 你到那個地方去 他會產生 他會用同樣的心理去對付你 所以他會一直敲門去警告你 告訴你說 這個地方你不要來 你不要靠近我們 然後他會有這樣警告的影響 不過這個恐怖的公寓 到底曾經發生了什麼 悲慘的事情呢 其實這個地方 是一個葬儀社的業者 跟我們說的 他是在做那種刑事 那種刑案的葬儀 他說他一個禮拜 就到那間公寓 收了兩次的詩 然後第一次 就是那兩歲的小兒子死掉了 那他媽媽其實是一個弱智 那他死了以後 警察來辦案的時候 鄰居之後 都講說 對 都講說是他媽媽虐待他們 虐待那個孩子 那小孩子才會死掉的 可是後來 後來他母親 就為了證明他自己的母愛 然後就在 同一個禮拜內 就在他房子裡面 開瓦斯自殺 那可是後來 法醫他來檢查以後 驗屍爸媽說 那個小孩子 他沒有外傷也沒有撞擊 是真的是暴斃死掉 所以鄰居是冤枉他的這個媽媽 對 所以他媽媽為了證明他的千百 所以他就自殺 對 那這個冤枉就很重 那這個兒子他本身是弱智嗎 不是不是 他是正常的 可是有媽媽是弱智 弱智他母愛還是一樣的 對小孩子的心態是一樣 沒有可能說會殺自殺 就變成說他很愛他兒子 竟然鄰居跟警察說是他 就虐待這個小孩 而且這媽媽死掉了以後 鄰居就是覺得晚上好像會聽到一些聲音 和看到一些怪的東西 就嚇著搬走了 才慢慢都搬走了 然後很常住的衣服什麼什麼都沒有 對 都沒有收 對啊 而且 一棟樓也不是只有住一兩家人 對啊 整棟的話 整棟全都搬走了 對啊 剛剛黃大哥你有看到嗎 他整棟是黑的 對 完全都斷水斷電嘛 那一直聽到他這麼關門的聲音 那剛才我們還看到尤其有很多符啊 那你是不是就非常的 你把那符給撕下來 其實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不小心撕下來 然後 他們就說你怎麼把符撕下來 我就嚇一跳 我不知道要把它黏回去還是要放在陛下 那我就覺得很害怕 我不知道我們那撕那張符下來會怎樣 老師我那樣撕 撕符會 其實不會怎麼樣 因為他原來在設定那張符的時候 是要對付那些靈界的朋友 那只是說你把它撕下來有沒有把它撕破 那撕破以後 那當然它這個其實符的效率就 我比較沒有 那其實我們講說 因為其實在這裡頭 現場裡頭 總是講說因為她是弱智的女孩子 那其實我們如果注意一下 在身邊周遭如果有些比較弱智的朋友 你會發現他們其實比較單純 比較執著 他要做一件事情 他會一直去做這個事情 所以其實他們的執著心很強 這就是為什麼 在現場他們自殺以後 在這邊會影響到這麼大 到包括你現在再去 再去敲門再去那個 他都會有相同的反應 那在下面這個影片當中呢 當然我們兩位這個可愛的妹妹 他們找到了這一對 弱智母子所住的地方 但是最特別的地方是在於 他們在找到這個房子的同時 還出現了一個非常意外的訪客 我們一起來看一看 火山有人丟到幾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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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不要抱抱 你不要 我上次有都會掉下來 你們丟東西耶 可是我昨天晚上沒有風的耶 你看外面 剛剛是有風的 所以你現在已經沒有風了 你看沒有風的 連葉子都沒有動 這裡真的都是碎玻璃 然後很難走 真的很難走 你看 它這裡有什麼 小孩子的那個 身高 對 兩身高的 我就想 這是不是之前那個弱智 弱智的時候 你和他小孩子住在這裡 是啊 那時候 就是那個小孩子死了以後 然後才會以自殺 然後證明他的清白 證明他的母愛 對 而且我覺得 為什麼出事了以後啊 那些鄰居啊 會都一個一個搬走 接著不見得是那個弱智的媽媽 說不定是他們自己 對不起自己的良心 對 所以他們才是 沒有人嗎 在心裡作用 說定 那弱智的媽媽 她也沒有想說 要壞害他們 而且非常急忙 我再看看 知道有沒有沒有人 有人嗎 對不起打擾了 沒有 好多門都卡住 沒有辦法 對不起 打擾了 這個是一個小孩子的房間吧 有點風往後面吹了 真的嗎 對 幫我扶著這邊 幫你 可是現在這裡是沒有風的 而且一點風都沒有 我們頭髮都沒有一個人 頭髮也在動 沒有 我剛剛從這邊後面走進來的時候 是往這邊 有一陣風吹過來 什麼感覺 就是很冷這樣 也沒有很陰涼 就是一陣風 可是其實我現在這裡是 一點風都沒有 連外面 對 樹也都沒有動 他們格局都是差不多的 這個地方大概就是廁所 然後裡面大概就是浴室 浴室 這就很涼 有在浴室那邊的 真的嗎 你的感覺嗎 你有感覺這個浴室那個地方 特別涼 很涼 你打開就好像有 一鼓冷氣 有 有沒有 有 可是裡面已經斷水斷電非常久了 照理說應該是不容易 沒有 沒有好歸 但這是浴室有趣 有人在走 有人在走路的聲音 只是 會不像 我就是故意發出來 全身發麻了 你知道嗎 聽到這樣的聲音 我全部都發麻了 你記不記得是正解嗎 我就是拿東西在敲碗乾淨 什麼 有這樣的人 不好意思 打擾了 你看又來了 又來了 媽媽 她們的根據都是差不多的 這個地方大概就是廁所 然後裡面大概就是 浴室 來 進去看看 這塊浴室特別涼 真的嗎 你感覺嗎 你感覺這浴室這個地方特別涼 有 很涼 一打開好像有 有一股冷氣 有 有沒有 有 可是裡面已經斷水斷電非常久了 照理說應該是不容易涼 沒有 這地方好詭異 在這間浴室有事 有人在走路 有人在走路 有人在走路的聲音 可是 又不像 我就是故意發出來 全身發麻了 你知道嗎 聽到這樣的聲音 我全部都發麻了 我記得這個都剩起了 我就是拿東西在敲 藍杆的聲音 哪有這樣的人啊 喂 好 我現在直接到上面 聲音發出來的地方去看看 小心點 這邊不一定都是玻璃 你們有看到嗎 這上面有很多小孩子啊 有一些東西 像那個小五龍巫師啊 還有一大堆 一大堆那種卡通人物 那邊有紙錢 那邊 桌上有紙錢 而且你看這裡有那個 小人 小人 男人女人 男生 不知道 其實這個打扮 我不知道他是男生女生 就知道他那裡有那個 那個牌位 有沒有看到 對 而且牌位是兩個 對不起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放下去 放下去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打擾了 他自己站起來耶 你們看到 他原本是放著 現在他是自己站起來的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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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只希望 來能問您做些什麼事 你們會不會覺得現在變得特別的涼 有 越來越涼 越來越涼了 我們看一下 它這個是寫 愛孫 靈 有一個字看不清楚了 反正這是愛孫 這是愛女 我想這可能是那個 她的媽媽 對 就是那若芝媽媽的 媽媽幫她弄的 然後這邊裡面有傳來走路的聲音 真的嗎 真的 因為我剛剛在這邊 我這下段我聽得很清楚 因為我們今天從近來到現在 一直不斷聽到走路亂撞門的聲音 我們再確定一次 是不是這 來了 有沒有聽到 有 非常大聲 很清楚 請問有沒有人 請問有沒有人 沒有人 你們看那間 這是浴室 沒有 風越來越大 我們來做一個實驗好了 好 我們來玩別先 看可不可以 請到那個若芝媽媽出來 然後告訴我們 她想說的話 還有一些 她為什麼會離開這個聲音 好不好 那我們來告訴觀眾 嗯 好 風突然變 變得很大 真的啊 風突然變得很大 我覺得不對 我覺得 後來 剛剛那感覺很怪 剛剛那感覺真的很怪 我從來沒有感覺過 沒有 那我還要玩這個底線嗎 我覺得好可怕 你不要玩啊 你覺得狀況真的很多 這個人 我過去 我幫你聽說 那可是有聲音 我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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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 她又在吃飽了 她又在吃飽 你看又來了 又來了 又站起來了 她一下倒 一下站起來 那是媽媽的還是這個小孩的 媽媽的 媽媽的 你先燒那屋燥 你先燒那屋燥 我們現在就用碟線請你出來 你先燒那屋燥 然後把你想告訴我的話說出來 然後 我們會燒紙錢給你 把這片紙錢燒給你 讓你能拿到這些紙錢 我覺得好冷喔 對啊 這裡突然變得好冷 然後 真的好冷 我現在只有一邊燒紙錢 然後一邊聞請這個 洛志媽媽出來 然後 聊天到底是什麼原因 對 來 剛剛不講 來 媽媽媽拿起出來 媽媽媽拿起出來 如果你是那位弱智的妈妈的话 请绕着本位转三圈 一圈 两圈 三圈 那请问刚刚的神主排位 刚刚的神主排位 是刚刚那个 走动得很大 那是你急于有话告诉我们是不是 如果是的话 请你在现在反方向转三圈 一圈 三圈 三圈 这样子好不好 妈妈我们是沟通一下 因为我虽然说你弱智了 但是我相信 你还是可以了解我们的意思 是的话呢 是在那边 最旁边那个字 就是我登照到这个地方 如果否的话 就最旁边这个字 在我登照到这个地方 对我们还是希望说 你能够告诉我们说 是在那边 否在这边 那如果说你心里头 对那些邻居有些怨恨的话 请走到是 如果没有的话 请走到否 没有 他就只有一群男人 妈妈我想请问一下 你现在应该是 跟你的小孩在一起 对不对 是的话 请走到这个地方 不是的话 请走到这个地方 不是 不是 没有在一起 不是 没有在一起 小孩子 你的儿子 是不是已经投胎了 不是 不是 你还没有投胎 那为什么 你跟你的小孩 不能够在一起呢 那为什么你跟你的小孩 不能够在一起呢 请 可是 不知道怎么问 妈妈 那我想请问你 你是不是因为 失去了 这个儿子很伤心 所以才自杀的 是的话 请走到这个地方 光照这个地方 不是的话 请离开 现在这个 你现在这个地方 再回去 我怎么没有到 对啊 妈妈 他没有 没这样 我不知道 我刚刚下了 一定要把手放开 怎么办 刚怎么了 不知道 我们 我们很集中的 集中精神 要请妈妈动一下 结果 那边 就是 烧金子的这个地方 都传来一个 蹦 爆炸的声音 哎 那旁边谁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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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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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还是鬼啊 鬼 看不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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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也害 你很害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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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真的更恐怖了 那 我那时候不知道 因为我那个角度 其实看不到 我现在看还觉得头皮发麻 对 她是先拿一个垃圾这样照脸 对不对 整个脸好像鬼啊 我完全不知道 我第一个下单 她是人吗 我一直问她 说你是人是鬼是人是鬼 她都不理我们 然后她说 其实我一直没有听到她走路的声音 你一直用国语问 说不定人家听不懂国语啊 我不知道 就是 我一直问一直问 然后我就很害怕 就一直叫一叫 就走过来 然后就慢慢这样走进来 对 然后我一直说 冷静冷静冷静 然后就是工作人就说 不要怕不要怕 她有脚 她有脚 她真的是人吗 我说 有脚应该是人 不要别那么紧张了 不然她说我真的是 吓死了 而且蜡烛点在那边 表示她一直都在的 对 而且 大家有没有看到 可是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那个 有带到 可是没有看到外面有蜡烛 有光 对 就是一直都没有 就那时候突然出来了 对 突然出来 也没有脚步声 我真的是吓到了 那个房间你们开过吗 开过 她那是外面 对 她那是外面 而且那地上有非常多的水玻璃 如果她走进来一定会有声音 一定会有声音 她是谁啊 你们问了没有 她就是那个婆婆 住在那里的那个阿嬷 阿嬷 就是所以刚才她爱孙爱你 就是那个弱智那个妈妈的妈妈 就是像外婆一样的 对 这样子 那刚才我觉得她一直都在里面 谁在里面 刚刚那个婆婆 应该是一直待在里面的 可是我们 可是我每间房间都去打开看 她那个人 她蜡烛不一定是一直都点燃的 她可能在里面 你根本没有看到她 好 至于讲的非常有科学的道理 但是我们现在有另外一个科学的道理 要来问黄仲坤 黄大哥 请问你怎么样解释 那个烧的那个纸钱 会突然蹦一声爆炸呢 里面有变胖 科学的解释的话 那为什么呢 或者是如果说你在引火的时候 会爆的时候 通常是因为在烧竹子嘛 竹子有一节一节的 可是你们这里面只有纸嘛 没有 除了纸没有别的东西嘛 所以如果说要我用科学的话 那科学是没有解释的 没有办法解释 我在想说有鞭炮 但有鞭炮的话 应该是火一烧起来 它就会爆了 不是烧了过一段时间 有鞭炮才爆 那就不可能了 老师你的看法 老师的看法 因为通常来说的话 会有这个爆竹会响的话 通常是因为 你在烧这个东西 他不愿意去接受 他不愿意接受你的好意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情形 比如说我们一般在烧 一些金纸给好兄弟的时候 偶尔会有这样的状况 那通常这个地方的好兄弟 比较凶的情况 才会有这样的情形 那第二个 就是说大家在烧的时候 会发现后面其实你那个 看到他那个神主派会在动 其实就是你在烧的时候 他就已经召他来 那只是在你在问一些问题的时候 可能不小心触弄了他 他很生气 那么会瞬间 就会有不愿意回答 爆炸声 对啊 他们刚才还有问到说 那个 是不是妈妈 往生以后 是不是有跟小孩子在一起 对啊 他一直都不动嘛 对 他如果在那里都不动 然后我们就奇怪 他怎么都不动 然后才听到那个声音的 那我想请问一下至于啊 你刚才看那个影片当中 那个 那一间房子 你觉得他阴气很重吗 很重 你 你虽然你有把他看里面有鬼吗 还是怎样 我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在晃 很多东西在晃 在晃 那树木有没有超过两个以上 绝对有 因为我想这个问题要请教老师啊 因为我觉得那个房子里面 不只这母子两个人而已 我觉得有其他的 别的 灵界的朋友在里面 因为我觉得他们把聚集起来了 而且我们要烧那个纸钱啊 我们准备要玩碟线的时候 要烧纸钱的时候 工作人员就去拿那个纸钱 可是这没有跟那里的灵界朋友打烧 或者直接拿 就拿起来 工作人员就头开始很痛 然后就有昏炫的感觉 然后站不住 然后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突然这样子呢 然后社友们想想 可能是我们拿他的纸钱 然后没有跟他讲 他以为我们要把钱拿走 其实我们是要烧给他 因为这种纸钱 不是要烧了他们才拿得到的嘛 那个牌位很清楚 就是这样倒下去又站起来 倒下去又站起来 那也是灵界在操作吗 对 因为他要显现 就是说我现在我在这边 我要让你知道 所以他有时候 他就会有这种移动的情况 就像这里头 我们讲说他因为灵气很强 所以大家注意看的话 其实刚刚说过 里面是断水断电 对不对 刚刚那个 有一台电风扇在旁边 那个电风扇 扇也好像在动 对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风非常大 我们就说 我们要玩碟线的时候 有风 风就开始吹得很大 它是 它前面后面 其实玻璃都碎掉了 都没有遮的地方 它风是前后一起吹进来的 它不是只单方 所以那个电风扇 其实是风吹的吗 其实一般来说的话 我们再讲 如果一般家里头 有装电风扇的家人 都应该都知道 你电风扇在那边 你一般的风在吹 它其实不容易动 不太会动的 那所以那也是 灵界的朋友的一种讯息吗 对 因为在那个时间 几乎是同时 你这个在动 然后后面这个 等主排位在动 然后后面 在接下来 是烧这个东西 开始爆炸 它几乎是一连串 一连串的讯息 一直在告诉你 至于刚刚说 这个房子有母 他们母子在 可是他们在玩碟线的时候 问他是 儿子有没有在 他是想不在 那到底情况是怎么样 那为什么 你们是问他们 有没有在一起 在一起 没有跟他儿子在一起 有没有 我不想 因为没有问到说 是有没有碰到 因为据我所知 如果是自己了解 自己生命的人的话 他是没有办法往生的 也许他儿子 他现在儿子也没有往生 但是他是绝对 没有办法碰到他儿子的 所以他就 所以他才会 反应也比较强烈 我们这样说 因为他们两个人 死亡的状况是不同 因为他的儿子 并不是自杀 我们先说明点 他儿子并不是自杀 如果你不是自杀 意外死亡 他应该是要到 往死城去 可是自杀 会成为地腹灵 地腹灵会困在现场 这就是他们 为什么没有办法聚在一起 所以有时候 他们大家很会想 好像在这种时候 死后是不是可以在一起 所以就会有情侣 就是说相约自杀 其实这个是有时候 是一个很笨的想法 因为自杀 你真的死了以后 你不见得会真的困在一起 所以变成两个要殉情 自杀 弄了半天不能在一起 反而更不好 所以在下面这个影片当中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有 经常看我们节目的话 知道说常常我们会有一些 这个可爱的这个辣妹妹妹 被附生对不对 被上身 但是这一次呢 我们是这个 这个老伯伯她被鬼上身了 大家一定都没有看过 我们一起来看看 非常 macaroni 的轮牛 你是不是人ema 讲话 我不是人 我是那人 你是谁呀 你是住在这里吗 我是在这里 阿婆 阿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們等一下馬上走 好不好 趕快拿去 好 你看 妳是他們的阿嬤嗎 妳是那個 妳是有個孫子 妳是不是有一個孫子 妳有一個女兒 女兒...弱智對嗎 抱歉... 阿嬤妳住在這裡嗎 妳住在這裡嗎 抱歉... 阿嬤... 妳坐下來好不好 妳坐下來... 妳坐下來好不好 不要拿走 可以拿走 弱智的媽媽 現在妳的媽媽 應該是媽媽 在這邊 阿嬤妳可不可以動一下 阿嬤... 這是妳女兒的女兒妳知道嗎 在 妳怎麼知道 妳看過嗎 妳有看過嗎 我有看過 阿嬤... 阿嬤妳有看過這是妳女兒的女兒嗎 這是我女兒的女兒 不怕不對 剛剛這兒已經看到阿嬤的女兒 看這兒已經看到阿嬤的女兒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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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女兒的女兒剛才在那裡的浩子 對不對 我女兒在浩子 我有聽到 聽到嗎 請問這位弱智的媽媽 妳剛剛是不是在哭 如果是的話請到那邊去 離開車了 離開車了 再回到那裡 放輕你放輕你 拜託... 放輕你... 是... 那... 妳媽媽現在是在這邊照顧妳 如果是的話請... 請... 請轉三圈 請轉三圈 讓本位轉三圈 一圈... 兩圈... 宅缺 剛才你們的女兒說 她現在在人間 不跟她的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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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孫子 妳知道有什麼原因嗎 業障太重 什麼 業障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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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知道嗎 我都知道 你待會兒女兒就對了 對 那個弱智的媽媽 我們今天有帶很多子妻來 我們想說燒給妳 那希望說妳在 妳如果願意的話 請走到室好嗎 室是這裡 謝謝 請妳再回本位繞一繞 我們等一下就會把紙錢燒給妳 對 那妳跟妳兒子的問題 因為我們也不懂 所以我們待會兒回去請教一下 老師 對 那現在我們就請妳回本位 媽媽媽請回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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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阿嬤我可以把手拿起來嗎 手拿起來 手拿起來 說什麼 說什麼 我嚇死了 阿嬤妳一個人住家 扶阿嬤去那邊坐 扶阿嬤去那邊坐 阿嬤這時候 風突然變好大 你整天都在這個房間 要吃什麼 吃什麼 阿嬤 沒有吃 阿嬤 現在天天更冷 你睡覺會不會冷 阿嬤 阿嬤是不是 因為妳女兒已經沒在 妳很相信 我很相信 我孫 我女兒 我女兒 我做蘇聯米 媽媽 我知道妳老公 我不太不要幫妳 不然妳 不然妳告訴我 我可以幫妳做什麼 好嗎 弄不勉 弄不勉 我不知道怎麼幫她 但是我覺得 就是很難過 但是我覺得 我買東西給妳吃 妳不要怕我不是派人 我也就是要幫妳倒三工 好不好 倒三工 妳兩個是怎麼幫她倒三工 妳兩個是怎麼幫她倒三工 要怎麼又幫她倒三工 阿嬤妳想要什麼 妳告訴我 我可以幫忙 我做盡量幫妳幫忙 多謝妳的好意 還是回去好了 阿嬤妳一個人會 還不再她走 不走 妳會陪妳女兒 都不走走走走走 在這裡陪我女兒 陪我女兒 陪我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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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她 我的生活 很開心 很開心 妳在這裡看到妳的孫 和妳女兒 看妳女兒 還看到妳的孫 我 有 有 看妳很開心 妳都會回來是嗎 有 妳都會回來找我 阿嬤 我做修女 我還是很想她 我很害怕 我孫 寶寶寶寶寶寶 做修女 我做修女 我做修女 怎麼會 怎麼會 阿嬤 阿嬤妳現在在做什麼 我是 本身是土地公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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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有沒有呼吸 不要不要 不敢 等一下趕快 很嚴重 我真的不敢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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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疑被土地公上神 退嫁之後竟然一命嗚呼嗎 她不用擔心 是不是這樣 是雲台好嗎 那個燈罩可不可以開 那個燈罩可不可以打開 打開 然後呢 她說她 她沒有管任何人 她說那是她自己的命 而劉志宇也表現失常 是若志媽媽想要說什麼話 我做修女 我做修女 對 阿嬤,你現在在做什麼? 我是... 本身是土地公 女兒、茶孫、好心 都在世間過得很快樂、很快樂的生活 阿嬤,你說你是誰? 我是...我們是土地公 土地公?那時候了嗎?你自己是那時候? 我是那時候土地公 什麼時候土地公? 我就是那時候土地公 土地公,你在這裡保護阿嬤是嗎? 我在這裡保護阿嬤 他...照顧阿嬤 因為阿嬤很可憐 阿嬤很可憐 你要讓他有比較舒適的生活 他現在頭部都暖暖 這樣,這麼好嗎? 不是,因為你的長相當 她的長嗎? 這是不太對 這是不太多的事情 不太多改變的事情 如果我們想要幫忙做阿嬤 要怎麼做... 要怎麼幫忙 要做幫忙 剛才想到的辦法 哭哭做一個社會 讓他化解 世間的夜中 你可以救到阿嬤 土地公 等一下 剛才那個弱智的媽媽她說 她跟她長不僅 她跟她好心 不做會 怎麼不做會 你知道嗎? 知道 為什麼 有什麼 有什麼 就是她千世的英國 她三人 萬萬最無 所以... 所以... 這世人 不可以讓她到地 到地上才做過 是這樣嗎? 是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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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scans 阿姆 阿姪 阿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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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了有沒有呼吸 快 等一下 趕快 好嚴重 我真的不敢 阿嬤 阿姆 阿嬤 有沒有 有沒有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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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睡嗎 你要睡一下嗎 睡一下呢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明天打電話給社會局還是什麼的好不好 好 好 阿嬤 你在這裡 我們待會兒可以買東西給你吃 對 我們待會兒買東西給你吃 你在這裡等我們問一下 好嗎 好嗎 你休息 你休息一下 好 你休息一下 我們現在來買東西給你吃 阿嬤 你趕快吃這個 然後休息一下 這洗一洗澡的包 還有飲料 對 要幫他擦 阿嬤 這裡可以吃啊 我們這是剛才回來洗洗澡的包 對 我是嗎 沒有 沒有 我趕快拆掉 我們就趕快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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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趕快拆掉 小心阿嬤 阿嬤 花拆掉 我的書应沒有 才好 是 我覺得它很美 哥 周杰 怎么办呢 你没考 没了 你没想心啊 你来考的时候就坏了 好像坏师父 在这个影片我们看到了 这个天下的父母心 对啊 其实这个社会上 有很多人需要我们帮助 像这些老人都好可怜 像现在这个 你们现在也是很难过嘛 对不对 其实像我们过得那么好 都没有想过 其实在社会上 还有人过这样的生活 而且那时候就真的妈妈 反正是比较趴生比较孤僻的 好不容易有一个小孩 那小孩是她的骄傲 然后突然这样暴斃 暴斃已经够难过了 还让那种邻居啊 说是小孩子是要打死的 我真的觉得 社会上的人真的有些 所以婷婷你有什么样感触呢 这一次 那时候看到这个老婆婆 他吃包子的时候 真的是 眼泪会掉下来 你觉得狼吞虎咽这样 很久没吃到东西 他觉得真的很可怜 你们拍完这个外景之后 你有直接帮助他们吗 有就是我们拍完 隔天早上啊 所以我当时就打去一个社会局 然后跟他讲这件事情 然后就是又请他们 安排老婆婆到那个 宜兰的那个老人院啊去住 所以应该会安排他过去是不是 对 可是我们也很意外了 就拿那个土地公附身的 老师你刚才看到了是不是 他土地公跟他讲是说 他不用担心是不是这样子 志余你还好吗 那个灯罩可不可以开 那个灯罩可不可以打开 灯罩这个灯罩 对 灯罩打开 把灯罩打开 把灯罩打开 打开吗 打开 嘿 嘿 然后呢 他没有怪任何人 他说这是他自己的命 他今天他这样子 他自己造成了 感谢 感谢 感谢你们 去看他妈妈 是 因为我不太会听台语 就是那个 那个 如果是妈妈在跟你讲的话 我从刚刚进来我就在看他 他在那里是不是 他在那里 就 我刚刚蜡烤熄掉过一次 对 后来又点了一次 刚刚我根本没有在看灯罩 我在看那个病 所以那个妈妈也到现场来了 他只还爱吃东西 他说很感谢 可是他没有愿 他没有恨 他说 他说这些都是命 都是命 都是命 就是 就是说都是命中的所有人 他说他现在不能见他儿子 他没有关系 他说他可以等 他要等 他说他要等 他说 他们很 运气很好 有人来拍 他们的事情 然后看到他妈妈 然后现在也要照顾他妈妈 他说他很感谢 他说他就 不好 很不孝 不孝 对他们老母亲不好 对 觉得就对了妈妈不孝 他说很感谢我们 至于他还没有什么要告诉我们的 还是说他要离开了 他说他要走 他要走 他要走 他说 他还是感谢 感谢大家 对 然后 他说以后他怎么过 他也不知道 不知道 不要再以后 如果有这种事 不要这样子去 跟他人对待 对 不要用这种态度去对待人家 就是 对 他要走了 他走了 对 他说真的 真正是感谢 好 那我们就恭送这位妈妈的离去 是 好 再见 妈妈再见 希望他在这边置领 能够安稳 那个灯可以盖起来吗 是 可以盖了 可以盖了 它已经没有再动了 好 那至于 请问刚才那个灯 盖跟不盖有什么差别呢 盖了它才能出来 这样子 它在里面出来是吧 有灯里面出来 它在里面焊 这样子 那我想请问一下 谢老师 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没有 他其实最主要是说 希望后面不要再去打扰 他妈妈的生活 对 因为他的生活 我们讲说 因为 邻居会有很多话 这种话有时候 跟这讲的人 其实没有什么样 不是说真的有什么样意思 说者无心 可是他听的人就不一样 是 不过在那个阿嬷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 主要说在社会上 我们接触到一些流浪的人 老人 在他们背后 也有很多的心酸 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们社会 要多付出一种关心跟关爱 对来这些家里古朴伶仃 以及流浪在外的这些人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听鬼故事了 可是在我们听鬼故事之前 我们要先来欢迎几位新的朋友 我们来欢迎施良凤 主持人好 各位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大家好 所以施良凤小姐 就是在当时 陈建兴被土城看着手枪毙以后 那么林口的长庚医院 派去接她的其中一位护士 所以她是一个护士小姐 对 另外一位是罗怡君小姐 各位主持人大家好 罗军怡 罗军怡 对 各位主持人大家好 还有各位电视观众大家好 您是这个更新医院的护士吗 对 两家是不一样的 听说她们戴那个白色的帽子 有避邪的作用 所以特别戴到现场来 对 待会我们可以问问她 我想先请教一下两位主持人 这个我们谈这个灵异的节目 那都已经蛮紧张的 你现场突然又来两个护士 是不是我们等一下特别来宾 也需要急救的地方 黄大哥可能待会你会昏倒 下次你也失业的话 他们马上就 还好他们都是专业的 好 我们要介绍另外一位 这个西藏的风水老师 曾乙丹 曾老师 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好 那么我们请黄壮坤 李大哥来讲你的经历 你的护士 先讲讲 你听听 我看心跳 你现在可以放心 你也有两个护士在旁边 你放心讲 那你们两个要 万一你昏倒 他会帮你做口对口人工护士 你千万不要那个 两个轮流口对口 那我就放心了 我先来讲一段 这个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他告诉我 发生在他们家的一个故事 是 是这样子就是 我的好朋友 他的外公 前几年以前过世 然后过世以后 他们家是 就是把他的骨灰 供奉在那个 北投的一个灵魂塔里面 那他妈妈就是外公的女儿 就常常去 定期会去那个北投 那个灵魂塔去 去祭拜他 然后 就 到了晚上 他妈妈也常常就觉得说 常常有去照顾到这个外公 所以 外公在往生以后 常常也会好像 偷梦给妈妈说 他过得很好 放心 然后 你们就好好过你们的 外公在这边都不用你们担心 那结果 到了去年的清明节那时候 突然妈妈好像就是 朋友的妈妈常常觉得 愁眉哺脸的 好像有心事的样子 那朋友问他 才晓得说 过了清明那阵子以后 他妈妈就很少 再去梦到他的外公来 告诉他到底好不好 那他们那头给你看到是那种 深纤恐后 然后你推我起 我把你头推掉 我把你头推掉 那时候我就做了一件 我不该做的事情 我回头了 我回头 因为我觉得有人在看我 我看到一个人 用这样的眼神看我 你曾经看过黑白无常吗 刘志余曾经亲眼看过 有节目拍到过黑白无常吗 鬼话连篇拍到过清楚的黑白双影 待会儿黑白无常即将重现 而所有的观众将和刘志余一起见证 这举世无双的黑白鬼影 那结果到了去年的清明节那时候 突然妈妈好像就是朋友的妈妈常常觉得 愁眉哭脸的好像有心事的样子 那朋友问他才晓得说 过了清明那阵子以后 他妈妈就很少再去梦到他的外公 来告诉他到底好不好了 那可是他妈妈心里在想说 会不会是因为人往生以后 经过一段时间有那个 投胎啊 投胎啊 所以心里也在想 或许也是一个好事 这个外公一直没有来看他 说不定是已经投胎了 那重新要回到这个凡间来了这样子 可是呢 在落成过了 那他就很着急 他也没有见过的一些骨灰盆放在一起 然后可能是搬移的时候 那个时候在做一些古墨啊还是怎么样 不小心还是怎么样 他外公的那个骨灰盘在那边 可是是碎掉是破掉的 然后旁边还有一堆那个骨灰盆放在一起的 因为一地震 然后引发出来很多社会事件 那结果有一件社会事件是这样 就是有不晓得是在三支 还是在万里金山那一带 有一个铃骨塔 也是因为这个灾后的关系需要再重新再整建 那很多这个家属就赶快去那个铃骨塔 要去抢救他们的骨灰啊或者怎么样 那一样的情形也发生了 就是很多骨灰都没有办法辨识 可能混在一起啊 有的也混在一起了 可是呢后来他们那些家属也就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把它聚在一起 然后把那个骨灰呢集合在一起 然后就一起建一个叫做有硬弓的那样子的东西 对对对好像有这样是 等于是大家都一起把这个成心结合在一起 那就给这个我朋友的兄弟姐妹一个想法 就想他们也去做了这样子的事情 他们就去那个北投那个他外公公奉 他外公灵骨塔的那个地方 也把那几个好像没有人在来认的那几个骨灰坛啊 也都聚合在一起 那都出了一点钱 也是盖了一个小寺庙这样子 然后来供奉他们 那结果这个动作做完了以后过了一阵子 平常呢他爸妈那个时候 自从上去那个北投山上看到外公那个骨灰破掉 跟人家站在一起的时候就没有一天好睡过 每天在家里都很难过 那结果他们那个兄弟姐妹聚在一起 建了这个有硬弓以后 就从妈妈的房间传来的声音就 有哭可是也有笑 那第二天就问妈妈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到底是睡觉的时候有梦到什么吗 妈妈就心情气和的说 您阿公他有回应给我 托梦给我说 现在呢 透过你们这样子几个兄弟姐妹 这样子的动作 他也都已经感受到了 他现在也 比较不像那个时候被混在一起的时候 然后都没有人来祭拜他们一样 那大家好像都 虽然不是说各得其所 可是也都有家属亲戚在照顾他们 所以外公现在就是好好的 过得很好 然后在适当的时机 也就会再投胎再轮回回来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故事 对对对对 让我们知道 所以假如说有发生这种天灾地变的时候 那假如说一些坟墓或者是一些骨灰 应该怎么处理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参考 是是是 好我们来听志余的鬼故事 志余他刚刚有讲 他说在我们前面的领域最前线的时候 那个弱智妈妈本来可以上他的身 但是上了他的身以后 他可能会大病一场 对所以他就讲那个弱智妈妈很善良 所以在旁边跟他讲话 他没有上他的身 对对不对 对对 那至于我们知道就是说 其实你从小就有阴阳眼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你今天讲的故事是跟阴阳眼有关的吗 有 我大概小二的时候开始可以 看得到摸得到听得到 摸得到是什么意思 摸得到就是你手可以去穿透它 可以看到那个灵界的朋友在前面 然后伸过去这样子 对因为我小我不懂 我会想要去摸它 结果穿过去是透明的 但是你会发现他是表情是一个完全是很默然的 他并不会痛或者是 他冷冷的看着你没有表情 那或者说有时候你会真的碰到是尸体 我曾经在国二的时候睡觉 因为我常常被压 吸引为常 又被压了 我觉得说你压完就算了 我就给你压 压完就起来了 就发现越压越凶 他还抓我的脚 我还听到看看看看看看的声音 我就张开已经看了 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吗 我躺着 我的左右脚站的是黑白无常 我右脚是白无常 左脚是黑无常 真的有黑白无常这样子的 你很清楚 我一直以为那是民间 你很清楚看到高帽子 然后一个瘦的高的一个矮的胖的 然后戴高帽子 手上拿着那个链子铁链 后来我问我爸爸 才知道说附近有一个阿玛去世了 他过世了 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我才看到 921那件事情 那天当天我是在看电视 正在看电视 这样地震轻轻晃动 没事嘛 对 怎么越晃越大越晃越大 我家里没有两个小妹妹 就连我们家鱼缸都倒了 都破了 我们是直立式的 他就想说 不行我要去看妹妹 然后我就放下那个遥控器 已经停电了嘛 我看不到了 结果竟然看到一群的灵界朋友 看到他们的头 从我面前串出去又串过来 串过去又串过来 从窗户 是同样一批 一批鬼吗 不一样 不一样的鬼 然后他们没有身躯 他们只有头 你看到是一个云雾状的一个东西 但是他们在头给你看到 是那种伸仙孔后 然后你推我急 我把你头推掉 我把你头推掉 那种子 是这种事情 然后我就吓到了 然后他们一经过以后 就赶快跳起来去看我妹妹 我赶快跳起来去看我妹妹 因为我爸爸不是在家 那结果 那时候我就做了一件 我不该做的事情 我回头了 什么 我回头了 你往前走的时候 你就回头了 我回头了 人的身上有森巴火 然后呢 我回头了 因为我觉得有人在看我 我看到一个人 用这样的眼神看我 对 男的女的 就是这样的眼神 男的女的 我不晓得他是男的女的 他就是用这样的 这个鬼这样看人 对 他站在我们家外面 我们家五楼 他在看我 用这种眼神看我 然后我就装作没有看到 我就回头就跑 结果我忘了那个水族箱就倒了 我妈妈平常会把玩具 收得很干净 就那天 我这样一跑 就水滑 整个飞起来 而且飞得很高 就撞在我妹妹的 木头石心的椅子上 我的上臂跟下臂都严重 我的大腿整个浴心 然后上臂是整个内凸血 然后你可以看到有血流出来这样子 照理来讲我妈妈是把他收得很干净 很干净 可是就在那天 他为什么没有收 不知道 然后后来隔第二天 我看到很多的死伤 不是新闻什么 听新闻听那个 对 我就问我爸 我说我爸 我昨天看到这样的东西 他们其实在找提醒 我爸就回头看到 就看我一眼 他跟我说 你看到那个 我说对 他们争先恐后 他们在抢 然后我爸就不讲话 就微微的点了一下他头 就不提 就是绝口不提这件事情 所以依照你看 你觉得他们是在 我觉得他们是要去抢 去找提升 对 我知道我的感觉是 他们要去抢那个提升 争先恐后 那种感情 你就看到那种头啊 那种 明明是只有头而已 可是你还要去撞人家的头这样子 我要藏第一 然后就这样穿来出 我穿来穿去的 这个部分啊 我们待会儿留到有点时间 我们来问老师啊 但是呢 刚才你前面讲到这个黑白无常的这个东西 那其实我们之前在这个影片当中 前面几集我们是不是也有拍到过 那个我们的节目就拍到黑白无常 显示出来 你们拍到黑白无常 我们应该是这样讲 我们有拍到类似黑白无常的 可是我们不能确定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要请这个志愈 我们把这影片再重新调过来一遍 给观众朋友 还要给志愈再重新看一遍 然后大家来鉴定一下 到底志愈来看看是不是黑白无常好不好 对 请老师帮我们看一下 观众仔细看啊 我们来看看 对我而言我觉得鬼的话 我是没有看到所谓的情状 但是你如果讲说是一团气 那我想我应该有看过 他说只要比较邪门的 的case啊 就是一定会接二连三 在同一个床位上 对 他昨天才告诉我就是 他们有连续七床 同一天 但是呢 刚才你前面讲到 这个黑白无常的这个东西 那其实我们之前在这个影片当中 前面几集我们是不是也有拍到过 那个我们的节目就拍到黑白无常 你们拍到黑白无常 我们也应该是这样讲 我们有拍到类似黑白无常的东西 可是我们不能确定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要请这个志愈 我们把这影片再重新调过来一遍 给观众朋友还要给志愈再重新看一遍 然后大家来鉴定一下 到底志愈来看看是不是黑白无常 对 前老师帮我们看一看 观众仔细看 我们来看看 这里是一间失火的高中宿舍 鬼话连篇灵异最前线 在火灾后的第七七四十九天 拍摄到这黑白双赢 我看一张 你之前看了沒有 我剛剛看了那個黑無常 老實說我看不清楚 那那個白無常 我一直看到它的上半部 那頭嘛 那我很確定說 它跟我看到非常相像 非常類似 那個帽子 而且舌頭 而且重點是左邊的那個黑無常 它手上的東西 它那時候手上有拿著 而且我是聽到鐵鏈的撞擊聲 我才醒來 剛才至於講到黑白無常 那我想請問一下 這兩位美麗的護士小姐 你們在醫院裡面 是不是會常常看到一些怪事情 但是依照你在這個醫院裡面 做這麼久的這個經驗 你到底有沒有真正看到過鬼呢 其實對我而言 我覺得鬼的話 我是沒有看到所謂的形狀 但是你如果講說是一團氣 那我想我應該有看過 應該是有感覺到 或者是它飄過去 可能我有感覺到 可是因為我會覺得說 我在上班 我在做我的事情 你不要來感擾我 對 因為你這樣 感擾我 我事情做不下去 你會讓我害怕 我會覺得 我們都是做好事 我們不是在做壞事 所以我就不會去理會它 好 那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梁鳳啊 我常聽人家講就是說 有一些病床 他不能睡的 因為睡了可能就會往生 是真的這樣嗎 我有把這個經驗問我們 在同一個寢室的室友 那他們是內科病房 他們是那個胸腔內科 常常會有那種肺癌的病人 或者是胸腔疾病的 他們最常遇到這種狀況 那到底是不是 真的有些病床比較不好 然後不能睡呢 他說只要比較邪門的的case 就是一定會接二連三 在同一個床位上面 對 他昨天才告訴我 就是他們有連續 七床 同一天 那單鳳 對不起 梁鳳 那你的回故事要開始講了嗎 因為我工作的單位是比較特殊 我在開刀房裡面 開刀房 對 所以基本上 我們跟病人接觸時間 並沒有那麼的長 那所以 我是有聽過一個醫生講過 比較 比較他自己遇到的 對 他就是在去年 過年前 那我們其實在醫院都知道 就是過年前 特別容易有這樣的事情 那那個阿嬤很 很神奇就是了 他在 就是在家裡疊斷骨頭嘛 那要來開刀 那要開刀之前 你要先訂床 就先把他的床位訂好 那怕他說 恢復的狀況不是很好 所以幫他訂的是家戶病房的床 讓他術後可以有個比較好的照顧 就是家戶病床 家戶病床不是那麼好訂的 在急診等 想說早上來 那就等了一下 等了等到下午有床了 就通知說可以開了 就我們就送進客戶房 開完了 就回去那個家戶病房觀察 那醫生就跟家屬解釋說 這樣那可能觀察一兩天就可以出來了 我們就轉到普通病房 那如果恢復得很好 可能這一個禮拜就可以出院了 可是這一個禮拜結束 還沒有到過年 那家屬的態度很反常 他說不要不要不要 再多住幾天 那醫生覺得很奇怪 就想說 恢復不錯的話 應該就可以趕快再過年前出院了 因為一般人都是會希望回家過年的 到第三天小夜班交班之後 才交給大夜班不到兩個小時 兩點多的時候就開始急救了 那急救過程中 就是照一般病人 並沒有什麼特別的 可是還是宣告失敗 因為他的心臟功能本來就很不好了 那他恢復到這樣的狀態 醫生都覺得說比預期的還要好 只是沒想到說 突然發生這樣的狀況 趕快通知那個醫生上來嘛 那醫生上來解釋病情的時候 就對家屬滿不好意思的 因為他一直以為說滿好的了 就沒想到他跟家屬道歉說 真的沒有想到會這樣子 家屬的態度非常的客氣 反而沒有為難醫生 也沒有說是醫療糾紛或者什麼的 然後就跟他說 謝謝醫生啊 非常非常客氣這樣跟醫生說謝謝 就說其實我們早就知道了 我們去算過 他過不了這個年 就算回去的話 在家裡會有狀況 所以我們也不敢讓他回家 就是其實你 你可能會覺得說 他們就是在等這一刻發生而已 他們怎麼寧可相信這樣子 他們算命 對 他們就去算過了 那後來小夜班護士才回想說 那阿嬤那天的情情很奇怪 那有白班的小姐跟他聊天 他就有說 這兩天我真的都睡不好 很奇怪耶 為什麼都會有一個 有一個老太婆來跟我說 他那裡很好玩 就這樣一直推我 就在床尾這樣推我的腳 就說我這裡很好玩 然後旁邊還站了兩個人 還有一個人手上拿鐵鍊 那阿嬤自己這樣跟白班的護士講 那因為白班的可能就覺得說 他可能是有出現 那個交互病房症候群 一直到他 就是死亡之後才想到這件事情 然後他們就覺得很奇怪 那個白班的小姐就有問說 那是什麼樣的一個阿嬤 那這個就是我現在說的這個病人 他就形容那個阿嬤給這個護士聽 他穿著花布的衣服 然後藍底的白色的褲子這樣子 然後他就這樣一直跟我講 那病房護士 那個小姐嚇了一跳 因為這個阿嬤為什麼會有那一張 交互病房的床呢 就是因為那天早上 那個他形容的那個阿嬤 原本住在那張床上 那因為久病厭世吧 就到那個廁所自殺了 是因為這樣才等到那一張床的 所以說那個阿嬤就是要推他一起這樣子 坐伴 對 帶他一起走 帶他一起走 還跟他講說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很好玩 叫他跟他一起去 唉唷 帶他來走 而且你說就是有兩個 那大概也是黑白無常 對 他就說他們手上拿鐵鏈 拿鐵鏈 對 那既然兩位這個護士 在醫院裡面一定常常知道 可能有些婦女他們會去墮胎對不對 那今天我們的這個東洋的靈異的這個檔案 就是要介紹這個跟墮胎有關的故事 那這個故事呢 就是講有一個這個小姐 他這個墮完胎之後呢 他就常常感覺到這個 這個小孩子有回到他身邊 後來就發生一些怪事情 但是大家在看下面這段影片的時候 我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些影片都是日本的真人真事的故事 然後我們才把它拍成 這個像電視劇一樣給大家來看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是小說是真的有這樣的事情 是的 我們來觀賞 東洋靈異的檔案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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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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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奈子是旅行社的導遊小姐 這一天她發現 遊覽車上多了一個小孩 這個小孩沒有表情 旁邊好像也沒有人看到她 美奈子心裡不驚奇 到了晚上的時候 在美奈子的身上發生了不可思議的怪事 睡夢中的美奈子彷彿聽到有人叫她媽媽 美奈子起身查看 但她就將被眼前所看到的事實嚇一大跳 因為黑暗的房間裡平空出現一個小孩 而這個小孩就是她白天在遊覽車上看到的那一對 啊 殺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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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回事 美奈 你來了 我現在看到的女孩子 女孩子? 早點 去吧 早點 快點 走 早點 維俗 為什麼會有小孩叫自己媽媽呢 美奈子想起六年前的一段往事 走 走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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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美奈子還是高中一年級的年輕女孩 而他和全校的女生一样 疯狂地崇拜着棒球队的投手松本学长 就在一个特别的机会里 美奈子打算向松本学长表达自己的亲目之意 但没想到却发生了一件让美奈子后悔终生的事情 这位小小小小的季节是什么 这位小小的季节是什么 你怎么在那里的季节是什么 我你们的季节是什么 你们的季节是什么 六年前的糊涂事是该去面对的时候了 美奈子找到六年后松本学长的住所 他打算把自己遇到英灵的事情 单独的和松本学长谈一谈 松本带美奈子来到附近的一处公园 美奈子大胆地开口说 六年前他怀了学长的孩子 因为当时太年轻 所以把孩子拿掉了 没想到学长的反应竟然是 那出来的 那好 那参加的 那种 那么 那种 那种 这种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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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的聲音 為何現在被打了? 那時,我和你的兒子 那時,我的兒子 我和你的兒子 我的兒子,我的兒子 我和你的兒子 你怎麼殺了? 愚蠢蠢 我是我而言 但是,我和我的兒子 我跟她一起去 不妙 我相信我 如果有那些例子 我可以知道我生的 是嗎 我怎麼說這六年多久 但是真的嗎 我沒有關鍵 不要再出口 美奈子最烦恼的是 他现在又怀有一个月的身孕了 孩子的父亲就是现在的男友何成的 但何成是一个薪水不稳定的棒球教练 为了将来的经济考量 美奈子也正考虑 是不是要拿掉他生命中的第二个孩子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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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友何成很关心的问着美奈子到底怎么了 美奈子的脸色非常不对劲 何成也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打开房里的台灯 关切地问着 而美奈子也知道 他一定要说出六年前的秘密 才可能让何成懂得重视自己肚子里的孩子 我会把他打开房里的孩子 我会来的 我会来的 不相信有英灵存在的松本学长那里 也发生了奇怪的事情 哪里 妈妈 妈 痛 痛 痛 你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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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尚和美奈子的讨论陷入了一个僵局 但此时电铃却降了起来了 谁是你 松本 許我 我对我 但 但是 但是我没有知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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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识你 但是 但是 但是我心想比较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心想比较重要 ユコ 俺はお前の分まで一生懸命働くよ だから いい子供を産んでくれよ ユイチ この世に生まれてこれなかった お前の子供のためにも 俺は絶対いい親父になってみせんか ユイチ 中絶によって失われる その苦しみと悲しみは 男の人には永遠にわからない 女だけのこうなんでしょうか 好 我们看了这个東洋灵役档案 就知道这个是 虽然小小的这个英灵 也是需要去暧昧她 我们接下来今天的单元是 楼兰公主的单元 这个单元好像也是跟 这个英灵有关系的楼兰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你好 我是楼兰 像一般妇产科医生都会说 每年的暑假 有暑假的堕胎潮 寒假也有寒假堕胎潮 那现在寒假刚刚过去 那最近呢 我们节目接到一个19岁的女孩 她打电话来说 她有一些困扰 那这位19岁的刘小姐呢 她已经堕胎过三次 那这就是她一直觉得说 最近有一个小朋友 一直跟着她 好像一个黑乎乎的影子 在旁边跑过来跑过去 她非常的困扰 而且又蛮恐惧的 就打电话来问我们说 怎么办 因为她问她朋友 说她可能是被英灵产生了 那像提到这个英灵 我必须要强调一点 像一般我们那个 就是说在道家跟佛教界的讲法 有不一样 那像道教界比较说是 因为小孩子就是 母体在受孕以后 然后这灵魂就已经进驻了 但在佛教界呢 是认为说 小孩子出生的那一撒那 才有所谓的投胎之说 所以佛教界比较不讲英灵 但是道教就比较讲英灵 那英灵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们就借着这个刘小姐 带她去处理这个过程 那我们就去看一看 就是有一间 她专门供奉英灵的庙 看看这个英灵到底有哪些人 为了什么原因去供奉这个英灵 那在英灵庙里面 有些什么样奇怪的地方 来就请看我们今天的VCR 请来看看 她原本是 她原本是可以 可以长大 然后成长 可是 可是 我把她杀 英灵真的存在吗 英灵的作祟 真的会让父母亲运势转恶吗 待会儿 天王会会知楼兰公主 将借由刘小姐的清晨故事 为您解开英灵的奥秘 以及供养英灵的神奇妙法 晚上做梦 然后她就是 看到有小孩子的脸 然后就一直看着我 然后用那种无辜的表情 然后看着我 那时候我觉得 我觉得蛮难过 因为 她原本是 她原本是可以 可以 长大 然后成长 可是 我 我 可是 我把她杀 这样子 然后她没有办法 像其他一样 然后长大成人 然后就很难过 而且 很苦 就很好 台北的刘小姐 怀疑自己被英灵缠身 为了解除她的疑虑 天王小组特地带她来到 专门供养英灵的 新竹龙虎宫 在龙虎宫 师父利用官器和把碍的方式 来看人间父母 与英灵之间的气韵连接 这里发青是她妈妈的 那个英灵的影响 然后手心发青 是她的运气不好 所以通常 像那个未婚堕胎怀孕的话 男的要负三分之二的责任 所以不光是女生要负 男的 这些始作俑者 负担的责任要更重 就自己个人的时候 就感觉到 有人在旁边看我 然后我跟我 跟我朋友讲 然后我朋友说 手臂是英灵在缠着我 有一个男的更好玩的 那个是女的讲的 不是男的讲的 他说在一个庙里 拜拜的时候 有一个男的 夫人刚告诉他说 我看你家好像不顺 我就是在龙虎宫供养英灵 你有英灵赶快去供养就会好 告诉他 那个人来告诉我说 那个男的 外面是一个英灵 拿掉一个英灵 所以他太太说 他只有一个 他在上帝宫这里 扒杯有没有 怎么扒就两个 他说好奇怪 他太太说 只有一个什么两个 他先生就想到说 自己外面有一个 刚刚的老师说 这边很多石像石雕 都是为了让英灵 他们在超度以后 能够有一个附着的地方 能够继续修行 所以不要小看这些石雕 可能上面都会有一些 英灵附在上面 所以前后到现在为止 已经一二十万个 这边前后已经一二十万个 在这边供奉过 他原本是 他原本是可以 可以长大 然后成长 可是 可是 我把 杀 龙虎宫的师父 首先替刘小姐解除掉 他眉宇之间的玉器 其次 要供养英灵 龙虎宫所用的方法 还是得替英灵 立一个牌位 做法式超度 这些仪式下来 所用的花费虽然不多 但还是挺费事的 而待会儿在节目现场 林雪老师曾乙丹 更要提供大家一些 更简单方便 供养英灵的方法 所以这个天下万物 都有他的处理的方式 不过除了这个庙 供奉英灵以外 老师你来讲一下 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一般比较通常 都是跟集体的供 比如说供奉方式 那么供奉 有没有效果呢 看个人的心态 那么其实在很多 这个道教呢 也有流传过来 因为这较无人在用 就是说 在早期呢 堕胎的人很少 都是不小心流产的 那么他们的处理方式 他都通常会记得 那一天哪一个日子 比如说 这个太太呢 他在这一天流产了 那这个日子一定是很重要的 那么当时的处理方法 是把这个日期要记起来 然后他会在一块布上面 画一个人的形状 只要很简单 画一个人的形状 通常都是请这个老师 做这方面的人帮他画 然后写上那个日子就可以 不必写这个母亲的名字 只要写上那个日子 然后在一定要在 它是一个规定 一定要在一个下雨天 然后这个下雨天 要流水的水沟 下雨天水沟就会有水 有些水沟平常没有水 下雨天有流水的水沟 把那块布放下去给它流走 它就是等于就是 处理了这个阴灵 这样才能处理 但现在是没有这样处理 因为通常现在的人 几乎一个人 他就流产好几次 或者拿掉好几次 甚至于根本没有人 去记这个日子 所以也就是这样的方法 现在人都不再用了 那现在比较普遍的方法 如果说你感觉说 我确实阴灵在尝我 如果你自己这样子感觉的话 因为究竟有没有阴灵 个人去感受 你如果真的觉得说 我真的好像是阴灵在 让我不顺利等等的 是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所以说这样的事情困扰你 你可以在 一是一样 它这样选择是刮风下雨 它这个以前流传这种 消法的很奇怪 它有这样的一个方法 就是要在刮风下雨 那么你必须就是 在你自己的后门 它这个方法又不能在前门 你可以在你自己的后门 如果你今天是租房子也一样 如果你今天是住自己的房子也一样 你可以在自己的后门 用三炷香 在下雨的晚上 朝这个西北方 如果你知道你留的是男生那最好 是西北方最正确 那如果你不晓得的话 一律在西北方 那如果是男婴的话 就是在东南方 那如果你不晓得 你留掉的这个孩子是男婴还是女婴 那就没有关系 一律西北方 对 它是朝西北方去拜 然后呢 这个香通常你也不用担心说 这有阻碍还是没阻碍 是没有关系 你就任意的擦 擦在你想要擦的地方 这样子就结束了 所以这样子 对 所以说这样就可以消除很多人认为说 阴灵好像在藏我一辈子 这样子 不过学后玉好是没有那个 没有所谓的后门怎么办 要印掉后窗户 后窗户 后窗户也可以 它是很忌讳前门的 不过讲真的 不要有阴灵的问题 就是要拦你之间的交往 要谨慎 那么更要有谨慎的兴兴 万一不谨慎也没有关系 请记得要避孕 这样就可以了 好吧 今天很谢谢我们的 所有的特别来宾的光临 也谢谢观众朋友 你这一集鬼话两篇的 专心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鬼话两篇的时间 我们再会了 谢谢你 拜拜 拜拜 拜拜